后来电话就是干脆就不接了 他那就是钱骗到手了 计划完成了 你说四年了 经常在家里吃饭 我这出门经邻居的一问 我怎么跟人家说呀 我这老脸往哪搁呀 我怎么对得起他们良心 祖龙啊你说说 所以梁宇 这孩子呀太简单太单纯 他就相信他 他说什么是什么 你看看现在做的事 梁宇 消遣在你的眼中 是像妈妈说的那样的女孩吗 不是绝对不是绝对不是 因为我跟他在一块四年 他教我怎么存款 他说把平时你就是说 把这个钱啊 要怎么花在刀刃上 有的时候我在家 有时候家里面可能小的时候 也是娇生惯养习惯了 花钱比较大手大脚 有的时候 那个上街上去吃饭啊买东西 他说能少花点就少花点 然后我给他买东西他还不要 梁宇你住嘴 在你嘴里他静止好 在北京租的那个房子呢 你去找了没 我去过了去过了 也没有也没有 家也搬了 搬了搬了 你去找过他自己的父母没有 去过去过 当时 当时我去他们家找 就是没有人 我就在那个 那个家里面 那个门口在等 你看看这些 他都没跟我说过 他自己上那去找人家去 你说傻不傻呀 他就是骗着你上哪找的去啊 中国那么大 你上哪找的去啊 他骗了你不定上哪去了呢 现在还不定怎么着呢 你别说了嘛 我说吧 后来 就是等的有一次嘛 我就在那守住带兔了 就等于 然后结果有一次 我就发现 就是说参加 参加婚宴的 他的父母 来了 我就跟着他就上楼了 所以你在他租的房子的门口 真的等来了 订婚宴上的父母 对 但是到后来我去敲门 我才知道 那个是他的房东 不是他的父母 是他的房东 对 所以由此可以证明 订婚宴上的父母 这么大事 你怎么跟我说呀 不是我跟你说什么呀 我跟你说完 你肯定报警了 你 那 这还不该报警吗 报什么警啊 你报警了 事就大了 好吧 他这就是团伙骗的 什么 你 那你问房东了没有啊 你就说那肖倩的 你拿了我那八卵八去哪了 一直在躲我 就说那个 我头一次敲门 就说你个 你找错人了 人错人了 我不认识叫那个 我不认识叫肖倩的 然后后来我 隔了几天 我又去了一趟 我就再敲门 明明房间里面有声音 但是没有人开门 那为什么不报警呢 因为我知道 现在这个事情是摆在这儿的 所有人都会认为肖倩是骗子 就这样你还不明白呀 我不相信她是骗子 就这样你还不明白呢呀 我不相信她是骗子 她跟我在一块四年 她不可能为了这八万八骗我 她肯定是有苦衷的 我相信 有什么苦衷啊 人都跑了还有苦衷 跑了我也要找 那你不报警 打算借助什么力量 来帮你找呢 你这样一个人去找 人家又不给你开门 怎么办呢 把那挺好的孩子 都快折腾傻了 你说说 我相信我迟早 我会找到他们 好 其实通过梁宇刚才跟胡阿姨的叙事 我们能够感觉得到 要想今天调解成功 是一定要把带着八万八 突然消失掉的肖倩来找到的 那我们现在就一起来看一下 我们记者为我们做的进一步调查 梁宇一直坚信 肖倩不是来骗婚的 可是肖倩的所作所为 就像一块沉甸甸的石头 一直压在梁宇的心头 这么长时间了 所有该找的地儿我都找了 为了帮助梁宇和母亲 找到事情的真相 记者在节目录制前 受梁宇委托 来到肖县曾经的租住屋 按照梁宇给的门牌号 寻找那对假父母 在记者说明这件事情的严重性之后 那对假父母终于答应见面 我们是真没拿这八文八 他说他会还呢 既然他会还 我也就没说 经过我们证实 原来订婚宴上的夫妻俩 真的是肖倩的房东 参加订婚宴那天 肖倩说 男方父母突然提出来 要求与家长见面 但他母亲离得远 就要求他们夫妻俩 以亲人代表的名分 去参加订婚宴 直到这件事情的严重性后 这对夫妻给我们提供了 肖倩现在的联系方式 喂 喂你好 请问是肖倩吗 嗯 你哪位 哎你好 我是那个娘 您卫视父和天使的编导 喂 我知道我挺好的 哦 我们是受那个娘语的委托 然后希望你能够出来 然后把那个 你和他之间的误会给说一下 您播下的用户忙 请稍后再播 喂 你要再把我聊好吗 不好意思好 你给我一分钟 你听我把话说清楚好吧 什么好说的 这是我们自己的事 我们自己解决好吗 如果你不出现来 解释清楚的话 可能娘语她母亲会抱紧 变婚之后 人和钱突然消失 好像目前的状况看来 只有肖倩站出来 把事情说清楚 才能还给大家一个清楚 今天其实在我们调解助理的手中 也有一份证据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调解助理会给我们呈现出一个怎样的事实 来 又请 大家看到 现在手中呢 有一张银行卡 这张银行卡就是肖倩委托我 交给胡阿姨的 他说这张卡里面有八万八千块钱 都是当初订婚宴的时候 梁宇佳给的钱 他说里面的钱 它是分门未动 这么说 他是找着他了 他以为把这卡还还回来就没事了 他伤我们伤得这么重 胡阿姨 我先给您保管一下 您家的这八万八千块钱的卡 其实经过我们的编导 跟肖倩的多次沟通呢 今天肖倩 其实表示愿意来到现场 跟我们来说明情况 但是他有一个要求 他说他现在 还没有办法来面对面的 面对自己 昔日的恋人 所以他选择在密室里 跟我们一起来交流 我们有请肖倩 他来了 他来了 来了我报警 胡阿姨一听说 肖倩来到了录制现场 就立马拿出手机要报警 对于母亲的这个意外举动 儿子梁宇进行了及时制止 而此时 密室里的肖倩 看到这样的状况 也非常紧张和不安 来 阿姨 是这样啊 我觉得今天第一个 当初订婚的钱 咱们先拿回来了 第二个他人也来了 我们先问问看 事情的真相好不好 也许真的不是 像你想象的那样的骗婚 来 肖倩 您现在能够听得到我说话吗 你好 我能听到 你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 目的是什么 你能给大家说一下吗 那钱本来我就没想要 然后今天我就要 把它还给阿姨 钱你本来就没打算要 但是为什么选择到今天 才来还这个钱呢 我一直不知道怎么样面对 你在逃避什么 主持人 那 那个小妖精在哪呢 什么小妖精 我怎么没看见她呀 我得见见她 你回去 妈 哎呀 我见见她 见什么呀 回去 你跟我出来 小狐狸精 你坐在那儿 坐在那儿 跑不好 坐在那儿 马上 还有脸哭呢 还有脸哭呢 其实我倒是觉得 看到小倩今天 会选择来我们的节目现场 也包括把钱还过来 我相信她应该是有一些 不得已的原因 你可以告诉我们 你们在逃 你在逃避什么吗 我觉得 我可能不太符合阿姨的要求 我觉得可能 不太配得上杨宇吧 可是我们刚才听梁宇说 你们已经在一起交往四年了 而且这四年当中 你也经常去他们家吃饭 包括后来都有了订婚宴 这说明你们感情进展的 还是不错的 怎么突然觉得配不上她呢 对 那个 我觉得跟梁宇 我非常喜欢她 她对我也很好 但是 我跟梁宇吃的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你害她干什么呀 我没有要害她 我和你圆着无冤进入无朝 你为什么害我的儿子呀 那哪儿害我了吗 我们的儿子从小 脑袋顶着我怕摔着 嘴里横着我怕化了 从小没受过一点委屈 你这么害她你 小倩你有没有想过 你这么突然的离开 其实的确是会让心上人很伤心 她到处找你 我没有办法 你干嘛呀 妈 你放心 我 我不打她 我就 我 你干嘛呀 妈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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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让她出来见见大伙儿 让大伙儿看跟她什么样 妈 你这干嘛呢 你出来 出来 出来 我大伙儿见见你 来 出来 出来 来 小倩请坐 我问一下小倩 订婚宴上跟你一起出席的那两位 不是你的父母亲 是你的房东 是真的吗 阿姨也知道了吗 都刚刚知道了 就你那点事 谁不知道啊 我这脸都丢尽了 订婚宴是一个很开心的事情 你为什么不请自己的父母来 而抓两个人来代替 那时就订婚的时候就挺匆忙的嘛 然后时间也比较紧 她跟我说过几天就把仪式办了 订婚的仪式办了 然后那个就得带双方父母嘛 为什么没有请自己的父母亲 来出席订婚宴呢 你到底有什么苦衷 她能有什么苦衷啊 钱也骗走了 阿姨她把钱今天带来了 我没有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骗她们的钱 要不是你们帮着找她 她能拿回来吗 如果啊 你不是像阿姨说的那样 那今天当你遭受了这样 一个对你很亲很好的人的误解 你愿不愿意把真实的情况说出来呢 不然我们大家也只有干着急 也不知道你到底出了什么情况 是家里父母亲出了什么事情吗 我不太想说这一点 跟梁雨怎么办 我想我们还是分了吧 我觉得我配不上她 你哪里配不上她 你可以跟我们大伙说说 今天现场有这么多的老师 下面也有你的同龄人 我觉得阿姨的条件比较眼光比较高 我可能不太符合她的条件 一起看电视 在家里的时候 她就是 看到那个韩剧里面 她就说 身世不好的女孩 就不配得到幸福 那不是看电视剧吗 你往你那拉什么劲啊 现在甭找借口 妈 你听她把话说完好吧 那都是看到什么样的角色 这个阿姨才会说 那是不好的女孩呢 就看到那个 单亲家庭长大的 就家庭条件不好嘛 然后我们家就属于没什么钱的 然后我工作也不是特稳定 就有一小职员 然后她可能就不太喜欢我 你是单亲家庭吗 那你是跟爸爸生活在一起 还是跟妈妈生活在一起 我妈 跟妈妈 嗯 那你父亲在哪里 你知道吗 我今天来就是想 那个让梁宇坑 就是不要太难过 我还有就是想跟阿姨说 就把那钱还给她 大概明白 小倩的心里的一个想法 就是她觉得可能自己是在单亲家庭里长大 然后未来的婆婆可能经常有意无意地向她传达一种讯息 那就是要门当户对 然后梁宇佳的家境又非常好 所以你压力越来越大 然后就开始退缩 一开始我还没有那种特别特别大的感觉 就是订完婚了 我就突然觉得好像如果以后结完婚了 可能日子不太好过 小倩啊 我有几个问题问你一下 我问你 你对于你的身世 你感觉自卑吗 在这里啊 我要告诉你 你是妈妈心中最珍贵的 现在你也是梁宇心中最珍贵的 没有任何需要你自卑的地方 好不好 今天你要是能够正视自己 我希望你首先在这里 就把你的身世 郑重地跟梁宇跟阿姨 清楚说清楚 没有什么可以不说的 单亲家庭孩子怎么了 照一刻阳光 照一刻你成才 我和别的单亲家庭不一样 有变故事呢 我相信你不会变故事 即使不一样 我也希望你勇敢地说出来 说出来才能解决问题 你自己心里才能看得开 你说出来才能对得起你母亲 对得起你自己的存在 我不太少说 梁宇你鼓励鼓励小倩好不好 小倩 你不管你说什么 我都会听 我不会在乎你家里人怎么怎么样 我在乎的只是你 明白吗 梁宇 你不能先当妈一下啊 妈 我知道 您先让她把这话说出来好吗 现在在说什么管什么用啊 这是她心结 你让她说出来 说 看她能说什么 我想对小倩说几句话 小倩 我刚才从屏幕上看到你在密室的时候 你是有一点点瑟瑟发抖的样子 你当时用手握着自己的手 然后控制自己不要颤抖 包括刚才你被人从密室拉出来的时候 你的表情也是成慌成恐的 其实你的状态一直在传达一种信息 你害怕 但是你害怕的事情最终你还是坐在这里要面对的 你当时没有给他们交代的事情 你现在还是要交代 所以说你通过逃避 逃避那些你害怕的事情是没用的 现实还是会让你 会逼着你来面对这些事情 我可以相信你没有去诈骗别人 可是很多的事情看起来 你就是一个诈骗犯 没有 我是可说的 我就是一眼孩子 我没有爸爸 梁雨 今天有一个人也来到了我们的现场 他的出现至少能够证明小婧说的到底是真是假 我们大家欢迎萧阿姨 来 这边请 萧阿姨请坐 今天在那个 这又来的什么人呀 这这个是 孟范这 怎么回事 合伙骗来了这是 妈 这是什么人呢这是 妈 没事 那个梁家阿姨 我是那个倩的妈妈 曾经他们出了几年呢 我也知道 但是咱们没见过面 今天呢 来之前我才知道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然后呢 我替小倩向梁家阿姨抱歉 在这里我也要向胡阿姨包括所有的观众朋友来解释一下 这位是小倩的妈妈是我们栏目组特地找到的她 是吗 戴着墨镜干嘛呀 让大伙看看她什么模样 是不是她妈呀 别又弄个假的了呀 阿姨您别这么说 我那个订婚的时候找出了阿姨 我不是故意的您说得请父母来 没有办法 所以 阿姨 我想问问您 这几年来您知不知道女儿在交往男朋友 知道但没见过 知道没见过 女儿一个人在外地然后交了男朋友您为什么不想见一见呢 之前我也问过她 她说时间还不成熟 但是你听说女儿有了男朋友之后心情怎么样 她说挺高兴的非常高兴 所以女儿订婚准备要结婚的事情您知道吗 这个不知道 但是女儿是跟我说 出了个对象 而且我也知道他们的关系非常好 打算结婚 可是真正订婚的事我确实不知道 也是刚刚才知道 来之前才知道 小倩其实你既然跟妈妈都说了你有交往男朋友的事情 然后要订婚的时候 这么大的事你为什么又选择不跟妈妈说了 我从来没有跟梁宇说过我没有爸爸 也就是说四年之前自己曾经撒了一个小谎 现在没办法再撑了 所以只能选择跟男朋友分手 而且如果我要和梁宇说了之后 她就她原谅我了 我在这个家里面也过不下去的 为什么会过不下去呢 就像阿姨说的门不当户不对 所以到目前为止 你内心里面也是觉得可能自己这样的家庭状况就是门不当户不对 我今天知道这个事情他们都相爱 我是愿意姑娘有一个美满幸福的婚姻 别走我这个牵扯之辙 然后为了他们的婚姻幸福 我觉得小梁能够爱她 这是我的荣幸 所以说为了姑娘的幸福 无论如何 我就是来替那个姑娘抱歉 然后给那个梁家阿姨来道个歉 问那么大的事 她都没跟她妈说 你想想她拿你当鬼事了吗 这不是有反处吗 她不是因为慈悲她没有父亲吗 你就替她说吧 妈 那我问你 如果说把我换作是她 如果在那一天 我到那一天我会怎么办 你单说 跟她不一样 为什么我就单说了 同样都是人啊 你单说 为什么我单说 就是因为我是您儿子对吗 对 那一样啊 那也是 那也是肖阿姨的女儿啊 我说的都没错 你就听我的吧 同样都是母亲 为什么您就不能做到 这一点呢 两点阿姨 我今天带我的女儿 向您道歉 我担当不起哦 阿姨 别这样 小倩 你的卡 刚才阿姨说谁借的 谁拿的谁还 您还的 我真的没有想要拿您的钱 这卡我不管是今天在这个场合 我给您 我没有来到这个地儿 我也会还给您的 女生 其实那个梁娘阿姨 实际 亲爱的那错 就是我的错 我替亲爱向您抱歉 因为小的时候 我一直她的身世 我都没有跟她说 就是因为 我不想让她来背负这么多 因为她已经背入了很多了 从小她就没有父亲 经常问我爸爸在哪里 我不敢跟她说 阿姨 你原谅我吧 我不是故意找一个家父母 去骗您的 你们这孩子本身太大 我们家可成不下 妈 生什么气 好吗 其实啊 他们的 她欠您的错 你似乎于我 因为我年轻的时候 没有把握好 所以是我犯下的错 但是我发现的错 我今天呢 向着众人的面 已经向您来请请 因为我知道 刚刚知道这个事 所以说我也挺气愤 我也挺恨着孩子 做出了这么丢人的事情 所以说 那我太傻 所以说我今天呢 就是为了这个事情 才来向您道歉的 如果您要看这两个孩子的 相爱的情分上 我就希望您 高抬贵手 我知道 为什么不谅解小倩吗 心中的原因在于你 我知道 你知道为什么吗 小倩做错了 你却一直坎虎她 你认为她这么做对吗 你要给你母亲一个态度 不管小倩有多少原因 她错了就是错了 这件事情 你母亲怀疑她也是对的 你母亲不谅解她也是对的 你要有一个态度 你要你母亲知道 她这么怀疑她 不是没有理由的 她为你操心 她也有她的辛苦地方 你要有一个态度 让你母亲知道 好不好 来 这样 梁雨你先回座 然后倩倩你带着妈妈也回座 好不好 我先问一下胡阿姨 你现在有什么新的想法没有 我觉得 还是不太合适吧 还是不合适 那梁雨 你现在的想法是什么 我不会放手的 那小倩呢 我今天来就是想把钱还给阿姨 然后我希望他们原谅我带了一个不是我父母的父母 然后我还要跟梁雨说对不起 我们真的不太合适在一起 小倩妈妈有什么想说的吗 我的态度是我支持他们两个 我希望他们结成伴侣 如果他们是成或不成我是支持的 但是呢 儿女的自己那个事情呢 我也不管 由他们自己去做吧 就是分手儿女的自己的意愿 对 其实阿姨 我知道您一个人把小倩从小带到这么大 一定也有很多不容易的地方 这个确实 因为她小的时候嘛 她父亲就抛弃我们走了 她已经都十岁了吧 我才打听到 她已经再婚了 我一直没再婚呢 也不想伤害孩子 所以我带她呢 这些年呢 也非常的不容易 比方说她有一次夜里头有病了 半夜十二点了 那会儿她还小 也不像现在又能打地又有什么的 什么公交车什么也没有 我只有背着她走 那时候走走多少战地 也记不得了 到医院的时候 都天亮了 那时候就是 泪水已经 甚至都流成河 才能把她背到医院 心里又急又怕 又恨 然后后期啊 就是我们因为交期没有那个学校嘛 孩子都在外头就读 完了就是每次啊 接班车啊 接她走的时候 人家吧 都是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送孩子 我们家只有一个人 那会儿 就是也不能在孩子身边站着 一站在身边就是 就是眼泪就止不住了 没法送孩子 我的同事朋友都说 姐你家孩子运车 我们找个车给送吧 我那会儿 自己我就是想多挣钱 让自己的孩子也像别人家的孩子一样 过着幸福美满的 可是我们始终都是孤独 尤其是过年过去 那孩子就说 妈妈我最怕的就是过年 我说为什么 他说人家过年 爸爸妈妈爷爷奶奶都来了 我们家只有我们两个人 那时候我们两个就抱的痛苦 所以说这些年 我一直没有把这些事情 你说这些干什么呀 他没有人会懂的 所以我们真的能够深深地体会到 一个单亲妈妈带着女儿 含辛茹苦地长大 很不容易 妈妈也很希望女儿 能找到一份属于自己的幸福 那现在其实 我想问了胡阿姨 您能够稍微原谅一下 小倩当时在订婚宴上 做的这个事吗 其实我不是糊涂人 我也知道这个自己的出身 家庭这什么 这个由不得自己选 是不是 我就看儿子什么态度吧 谢谢妈妈 但是梁雨 我有一句话想跟你说 就是刘洋老师刚才跟你说的 其实自始至终 我觉得妈妈对于小倩 这件事情上的不原谅 有一半的责任 也是因为你 因为你从来都是 站在她的这一边 作为年轻人看起来 可能觉得 你这样对待女朋友 太棒了 太爷们 可是 作为一个儿子来说 你这样对待自己的妈妈 是不是 不是